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这真的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但是怎么样走在上帝的祝福当中呢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别人跌倒 别人失败了 别人走出上帝的祝福了 我可不可以在别人的失败当中 我自己也学到功课可以被提醒呢 以色列南北国 北国以色列很快就被灭亡了 南国犹大看着北国被灭亡 而在北国被灭亡这件事上 南国有没有被提醒 被警惕有没有学到功课 如果没有 那就变成看着别人失败 然后走到那里 在同一个地方我自己也摔一跤 然后我也失败 在和西亚也就是 北国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国王 第九年的时候 亚述王的大军入侵 然后他攻取了撒玛利亚 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 北国灭亡了 而这个时候南国犹大仅存 一个非常清楚的见解在那里 接下来犹大国要不要想说 我还要跟他一样吗 北国为什么会被灭 就是因为他们 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带来这样的结果 而我也要跟着继续做这些 会走上一步一步 走上灭亡的道路吗 很多人都在讲说 历史像一面镜子 见戒 见戒 那个戒的意思 见戒的戒 其实就是一面镜子 那就是一个镜子 看到那面镜子里面 我可不可以学到功课 而戒是什么 是被警惕 是被警惕说 好 那我不要这样做了 因为我前面的人这样做 你知道好像走到悬崖边 我看到别人走那边掉下去了 那我呢 我也要走过去 然后我试试看 我也跳下去看看 何必呢 你明明知道别人 前面一个人是这样掉下去的 我还不离远一点吗 见戒 见戒 看到前面的那些人 历史像一面镜子 让我们看到别人是怎么失败的 而接下来呢 我自己也要做一个抉择 我要跟着一起跌下去吗 其实不止历史是一面镜子 成为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读圣经 特别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历史书 旧约的历史书 新约也有历史书 在这些历史书上 你看到很多前人 他们有成功的例子 我们怎么样在这里面找到成功 他们做成这件事 他们讨神喜悦 他们走在祝福里的原因 我们学 也有一些人 他们失败 然后我们看到 他是这样失败的 他是因为做这些事情失败的 那么我不要这样做 免得我跟他一样 在同样一个地方跌倒 求主帮助我们 在北国灭亡的事上 南国没有学到功课 一段时间之后 南国一样灭亡 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 但愿今天主透过这一段历史 也像镜子一样提醒我们 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分享 那么北国到底是怎么样灭亡的 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心 不是看别人怎么失败 而是学到见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